叶震员那边什么情况 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判断 密码箱是唐玉锦送来的 而且密码箱里 的确有第六五一一的资料 这不可能啊 袭击里的人怎么可能是唐玉锦呢 为什么不可能 也许唐玉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唐玉锦最近都没有离开过上海 他怎么可能在火车车箱里呢 而且刚才那个人也不是唐玉锦 你又没有看见他 你怎么这么确定 我跟唐玉锦二十几年的交情 我能认错人吗 那该怎么解释 密码箱怎么会跑到唐玉锦手里 而又是谁把密码箱送回去的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因为宜锦手里的人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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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阿宝 阿宝 你哪儿不舒服 阿宝 我要帮你出血化验 等我 阿宝 我去看你了 就簽来 怎么会这样 小王 马上把阿宝租到隔离病房 阿宝 小虎哥来看你了 感觉怎么样 怎么搞的呀 没事 就是这两天太累了 这是你最爱吃的点心 多注意休息啊 干什么呢你 不是 我 我 出去 不是 我 出去 我 我跟你 你怕死吗 你废话 谁不怕死 好 怕死你马上离开这儿 不要再过来 不是 真有病吧 干脆叫唐峰就好了 唐一 阿宝 唐医生 我得到什么病 是不是很严重啊 没什么大病 很快就会好的啊 那 我怎么住到隔离病房来了 行了 别多想了 我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那就好 我可不能病太久 要不然 就没人照顾你了 我会照顾我自己的 我会照顾我自己的 快休息吧 我先出去了啊 你找谁 我找东山社长 他不在 他回家了 告诉我 他住在哪里 不知道 我找东山社长 有紧急情况 来找东山社长的人 都说有紧急情况 我看 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高 高 一大 我有 années 尝 fulfillment 大小心 怎么了 小伙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你告诉我 我找他算账去 唐玉瑾 他疯了他 疯了 小姐 你看啊 这阿宝不是病了吗 我好心好意去看他 我还带了点心 可你猜唐玉瑾怎么着 他生生把我从房间里 给我推出来了 最可气的是 他还问我怕不怕死 这不废话吗 谁不怕死啊 他简直就是疯了他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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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就疯了吧 反正平时 他也没正常过 小 小姐 你 听清了我说什么了吗 我说唐玉瑾 唐玉瑾 行了 我听清楚了 唐玉瑾 不对 小姐 你这不对啊 平时你只要听 你唐玉瑾那仨字 你那眼睛里都冒绿光啊 今天一点反应怎么都没有啊 没有吗 很明显 明显 我没觉得 我觉得挺正常的 这 有什么不对吗 小姐 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 你放肆 我喜欢谁了 刘子刚啊 谁 刘子刚啊 谁 你给我闭嘴 我现在就去找唐玉瑾 你看 你看 喜欢就喜欢呗 急什么呀 小姐 等会儿我 好 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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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差 阿宝 生病了 病了 那严重吗 不知道 我从来没经过那样的病菌 所有的药都没有用 怪不得你疯疯癫癫的呢 阿宝是不是快死了 小虎 说什么呢 那阿宝现在什么情况啊 智能靠药物 勉强在支撑 照这样的情形下去 活不过一个月 那 这个病不会传染吧 可能会 怎 怎么传染 也许是接触 也许是空气传播 空气传播 空 小虎 你别闹了 阿景 还有别的什么办法能救阿宝吗 第六五药药不是普通的抗肺所 如果她能研制成功 几乎可以治愈所有病菌带来的疾病 有办法 有办法 什么办法 有一个药商让我帮她 研制最新的抗生素 可能这种抗生素 会得阿宝得病菌有效 那快去找她呀 我开车送你 小虎 人呢 或是很难受 有更少 有什么压力的 我给你了 你准备了 你让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老婆 你也不知道 你还没法 你还要得了 你就这么多了 你对你一个人 其实我不用了 我让你死了 我严肃 要你死了 叶先生 您这是要走 汤玉瑾拒绝了我 第六五一一的研制 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 十年了 我也累了 也该结束了 爸 当然 我也很遗憾 叶先生 我们分钟你的意见 行完以后再有合作机会 一定会有机会的 这是资料送给你们了 算我的见面礼 谢谢叶先生 不客气啊 叶先生 我们走吧 爸 我感到疲惫 我们回家 叶先生 我们送你们去火车站吧 好啊 子言 你现在请个同志到火车站 确保叶先生安全离开上海 好的 那我先过去 叶真元打算离开上海 他把第六五一一的资料 交给了地下党 这倒也好 这倒也好 省得咱们麻烦 姚站长说了 不能让叶真元离开上海 那人家要走 为什么还不让人家走啊 上级有指示 要不惜一切代价 得到第六五一一的资料 哪怕只有未完成的研究资料 也不能让他落到地下党的手里 这还有完没完啊 非要窝里都不行 上级和姚站长的命令 必须执行 好 我来执行这四任务 你妹妹也在 你下得了手吗 战场无父子 我知道清楚 干什么 干什么 战长说了 如果你感情有事 一定要阻止你 我怎么感情有事 你骗不了我 你是不会对你妹妹下手的 王美芳 我是你的上级 战长说了 如果有特殊情况 我可以跃及行动 你胆子太大了 我只有对党国的忠心 好 你开枪试试 我对心怀一心的人 从不手软 你在这儿跟我纠缠 你就不怕夜政员跑了 放心 我早在饭店门口 安排了人手 你们不会打算 在永平饭店动手吧 当然不会 我会找适当的时机下手 怎么打伏击战 还是你教我的 我警告你 不要伤害我妹妹 我不能跟你保证 子弹不长眼 把他绑起来 请 来 快 跟上前面那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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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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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您好 请问叶振源先生在吗 叶先生 他退房了呀 他去哪了 不知道 对了 阿姐 你别着急了 去问问子言吧 她肯定知道叶震源在哪儿 怎么了 我怎么听到刘子刚的声音 怎么可能呢 刘子刚怎么可能在这儿 不对 他一定在这儿 阿春 子刚 你怎么在这儿 阿姐 子刚 刘子言带着人在火车站 我们必须提前动人 拦住他 是福兴兽的人 我下去看看 你们别下车 我就跟他们谈 叶震源 是 阿震 我 刘队长 我不会做 我要不送我的朋友 安全离开伤害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抓人 别动 别以为你是地下党 我就不敢开枪了 叶振元是美国公 你们这么对着他 会引起国际争断 我们怀疑他是间谍 证据呢 抓到人就有证据了 丁伟涵 我再说一遍 让开 王北风 只要我在 绝不允许你们 把叶振元给抓走 快追 快走 上车 不用追了 叶振元暂时离不开上海 为什么 原因你不用问 只要他不离开上海 我就没有违背站长的指令 可是地下党杀死了我们的人 你亲眼看见他 没有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地下党怎么知道 你们会袭击他们 难道还事先安排了枪手在这 那是谁干的 动脑子 不准备 老丁 她们追上来了 爸爸 他受伤了 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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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丁 丁先生 有事儿吧 老丁 丁先生 丁先生 老丁先生 老丁 丁先生 爸爸 这怎么办呢 乖丸停车 我去拦住她们 你们赶紧把她送医院 唐玉瑾 怎么是你们啊 老丁呢 他在车上 他受伤了 老丁 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快 在前面 老丁 这边 老丁 你要坚持住啊 坚持住我 老丁 二姐 一定要救护她啊 阿宝生病了 我身边没有帮手 但是我会进 我是个护士 我跟你去吧 来 快 阿宝得什么病啊 怎么了 丁先生 阿宝得了怪病 就快死了 人呢 在那边 不是 不能靠近啊 她那个病传染 怎么搞的 前两天还活蹦乱跳 我的 昨天晚上刚刚发的病 阿景来找叶先生 也是为了阿宝 唐玉京找过我 对 阿景说 阿宝的病 只能用你们那个 那个什么抗生素 第六五一一 对 只有那个才能治得好 对 知谢前 知谢前 阿宝不会像你这么费气 阿宝是谁啊 Mr.Tang 你是最好的医生 我曾经说的 我还是比较习惯你说中文 是吗 那我以后 只对你一个人说中文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我喜欢专注的男人 因为专注的男人最有魅力了 所以 我已经不讨厌你了 阿景 阿宝 到底得什么病啊 老丁的情况怎么样呢 阿宝的病情 现在还不能确诊 所以我这儿 可能不能收拾其他的病人 老丁现在在旁边的病房 我已经刚才联系了 上海最大的医院 那儿的条件要比这儿好 好 好 阿景 听我声劝行吗 好好跟叶先生谈谈 赶紧把阿宝的病治好 那我先送老丁转院 晚点过来看你 阿景 阿景 我知道 最近这些日子 对你来说太艰难了 你一定要挺住 还有我呢 你也是 你肩膀刚刚好 多注意休息 我没事 我担心的是你 只要你好 我就好 我走了啊 晚点来看你 你好 请问 请问刘子刚在吗 他不在啊 他不在啊 好啊 你谢谢啊 子刚不会有事的 你可以在我这儿等他 他一会儿会来找我 我干嘛在这儿等他 我是替你关心他的 刘子刚呢 不缺乏男人的关心 他缺的是女人 在个人感情方面呢 他不太开窍 所以呢 你还是要多敲打他 敲打 我 对不起 我对他不感兴趣 没关系啊 慢慢相处 就会有兴趣 刘子刚 你跟我说清楚 唐与锦到永平饭店 到底干什么 他去找刘子言 胡说 去找刘子言 干嘛要大家报满春 那是报满春 缠着他 站长 叶振元想找唐与锦 完成第六五一一的研制 被唐与锦拒绝了 叶振元原本打算离开上海 可是刘队长又说 他暂时不会走 这么说 唐与锦答应了叶振元 继续搞研究 刘子刚 回答我的问题 不愿意说对吗 那么好 请你出去 我们复兴社不要强偷槽 带他走 我不想再见到锦鱼 走吧 站长 请你不要为难唐玉锦 毕竟他曾经帮过我 刘子刚 你的感情我能理解 但在党国的利益面前 个人的情感又放到一边去 党国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 叶振元跟共产党合作 那是他的选择 我们无权干涉 胡说八道 你给我滚出去 站长 我只是想以正确的方式 未到不效力 什么叫正确的方式 能达到目的的方式 就是正确的方式 走吧 不想走是吗 你想留在复刑上 那么好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去把唐玉锦和资料带回来 唐玉锦是我的兄弟 我做不到 好 我尊重你的选择 可是 我怎么跟尚峰交代呢 我只能把刘子言 全是共产党的消息 公布于众 我妹妹的身份 绝对不能公开 刘子刚 唐玉锦 刘子言 你只能保一个 这些研究资料 基本上都能用 成功的把握有多少 七成 或者更多 只要有一成的把握 你一定要把研究进行下去 因为现在你是 第六五一要最后的希望 你 你一定要把研究进行下去 因为现在你是 为了配合你的研究 我给你带来了一样东西 我能打开吗 贝塔机卷二离心机 当年我要是有这台机器的话 我的B论就是满分哪 你已经是海德保抑学院 近二十年来 毕业论文得分最高的学生了 在医学上 我是个贪婪的人 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了 现在就是 行 我马上付给你定机 不用了 我是为了救阿宝才答应你们的 我已经对不起我的老师了 更不应该收你们的钱 我果然没有看缩你啊 爸爸 我想我要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告诉她 我们还要在上海待一段时间 嗯 给她报个平安吧 好的 明白了 继续注意他们的动向 就这样 你和谁打电话 叶振元在美国的管家被我收买了 她说叶莎莎刚刚给她的母亲打过电话 好 知道叶振元的去向了 叶振元在一家叫做通风堂的诊所里 她有和那里的医生合作研制第六五一一 又是唐玉瑾 唐玉瑾是那里的医生吗 此人才华出众 不但医术高明 而且枪法了得 是上海滩的新任枪王 医生还能做枪王 你可不要瞎看这个人 我们原以为他是黑翼 后来才知道他不是 但是黑翼救过他几次 他们之间一定认识 原来叶振元找了十几年的人 就是这个唐玉瑾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钢藏郡 你打算去哪里 去通风堂 会一会这位白衣枪王 我找东山社长 请跟我来 小姐 你怎么到现在了还不回家啊 我这个懒得动 我累了 我在这歇会儿 累了 不会吧 你不会吧 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吧 我等什么人啊 你别给我多嘴啊 要不然我把你端到阿宝的房间里 我让你一直陪着他 别别别 你这么一说我这身子又开始痒痒了 我不会真的被阿宝传染了吧 你呀真的被传染了 你死了以后 我帮你收很多很多的纸钱给你 小姐 我不能死啊 我要是死了 谁伺候你呀 行了 闹着玩呢 你要真死了 我气过谁去啊 也是 来 来 亚子哥 你排这么多人来 这是干什么呀 不该问的别问 什么太多你 不是 你 别添了 不是 去 去 去 啜嗨 不 要是 怎么了 唐玉姐 你要跟我回趟复兴社 这些资料 我们要全部没收 为什么 拿来 住手 放手 拿来 放开 住手 你们别碰这个 开 这怎么回事啊这事 牵鼻子 听见没有 走开 你真好 还给我混蛋 还给我 听见没有 放手 放手 还给我 你们疯了 放开 不少你们别碰这个 你们是什么人 爸爸 你们干什么 爸爸 放开我 爸爸 爸爸 放开我 爸爸 放开我 放开我 别动 不是的 你们 放开 你们这些强盗 放开 中国还有没有法律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女儿 跟我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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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玉瑾 唐玉瑾 你不能跟他们走 放开我 快让开她 放开我 放开我 爸爸 爸爸 怎么可以这样 这 爸爸 莎莎 你赶紧给那个刘小姐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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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刘子刚 你要干什么呀你 跟你没关系 放开 放开 别动 他们是想把你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做实验 我不喜欢做事的时候被人盯着 兄弟啊 这就要不得我了 走吧 小姐 咱们该怎么办啊 小姐 您在这儿看着 我去找李简 好 好 来 喝点水 老丁 四爷 你说 我的工作 就暂时由你来接替了 可我还不是正式党员呢 没关系 同志们都很信任你 我也很信任你 你的能力 没有问题 老丁啊 你想太多了 你这病啊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不过你放心 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我和同志们一块完成 对了 夜正元他们做了吗 阿锦答应跟叶真元合作了 那就好 要确保这件事情能够 使你的金星 刘子言 刘子言 你快把阿锦你抓走了 我 你这样 你不能回家 你нут 你就是 你不能把我们的 你 Very cool 你害怕 你不知 是 那能不能 把第六五一一的研究资料 马上还给我 子刚 把资料拿来 好 唐医生 实验设备已经准备好了 明天上午 我们就送你去南京 美鳳 把唐医生和资料看住 不得有半点差错 是 站长 看守唐医生的任务 还是交给我吧 王美鳳经验不足 我不太放心的 六子刚 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美鳳 把她带走 在唐医生离开上海之前 不许她踏进这个大楼一步 是 不许她 队长 走吧